田园城市理论是英国都市学家 也是社会运动家的 埃比尼泽霍华德爵士 所提出来的概念 它主要是将社区 把它设在田野或在花园之中 来平衡住宅工业和农业 比例的都市计划 而世界的第一座跟第二座 实验性质的田园城市 莱斯沃斯跟卫林花园市 分别在1903跟1904年来建立 虽然它没有完全地体现 霍华德的设计理念 但这两座都市 一直到今天 依旧以健康稳健的步调 来持续的发展 而在1907年 日本也开始规划 以思考以霍华德田园城市的概念 像是神户市附近的甲子园 藤井寺 大阪府戒市 大美野田园都市 以及出支 以及包括了东京都 和神奈川交界的二子玉川 和是多摩田园城市 都是著名而成功的案例 而台湾的中兴新村 在670年代 因为先进的硬体设备 优雅的接口环境 成为当年最时髦的田园城市 走进这里 反复置身于异乡国度 而中兴新村之所以会在南投兴建 和战略的规划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哦 1950年韩战爆发 中共抗美人潮 让我们的盟军 美国倍感压力 在韩国战场的战绩 梅胜如同打了一场败仗 中共的军事肌肉大大坚强 台海的紧张局势 碎之升温 1953年韩战结束之后 中共又将所谓的军队 那调派到东南沿海 那苏联因为提供了 中共很多人 米格15的战斗机 这一些飞机 它其实很快 就可以兵民外岛 甚至是台湾 早在1954年底到1955年 台湾在整个空防 它其实已经曝露出 很大的这个缺点 其实中央政府 它也警觉到 当时的总统蒋介石 眼见战况吃紧 着急火燎 万一对岸真的攻打台北 枕栏鸡蛋同个篮子 全岛都得瘫痪 因此紧急下令 全台各地机关 尤其省府 一个星期内 也拟出一道 防空疏散计划 战争的局势 要适当地分散组织 然后保持 每一个政府组织之间的连结 所以当时候希望将省政府疏散到其他地方去的一个主要的目标 来到位在中兴新村的国使馆 台湾文献馆 这份典藏文件凸显了蒋介石总统翻签省府的急迫之心 虽然当时全台公务员包含时任省府主席的立场 都不希望省府离开台北 毕竟这里才是实际的台湾中枢 但身为下属单位 台湾省政府最终还是得听中央指令远离台北 打造一个最适合办公居住的住商混合区 谢东敏是台湾第一位本省级副总统 也是当时省府的秘书长 他带领团队筹组了书签计划委员会 旗下大量都市计划精英汇聚 留英归国的刘永茂就是其中一员 刘永茂被任命省府建设厅副厅长 也是中兴新村造证计划的召集人 他率领团队赴欧美考察 着手破话打造新的省府园区 所以他们当时就找了一些人 找了几个人他们到英国去考察 到英国去他们是想要看什么东西 当时有个Garden City 我们讲发言城市 18、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快速发展 空气污染高 生活环境极度恶劣 先进的伦敦 成了如贫民窟的肮脏城市 所以他们就想说 在大伦敦计划外面 找大概20个新市镇 把人口分散 那个人叫霍华德 所以他们得打这个计划 叫霍华德计划 当时的欧美先进西方国家 纷纷开始朝乡 花园城市这样的乌托邦迈进 刘可强是台大城乡所教授 也是刘永茂的独子 他回忆父亲当年 亲眼见到如此尖端的造证理念 特地学习再带回台湾落实 中兴新村的那个狼底路 据我的了解 像倪士环先生他到美国去 他回来就特别想这个 据说再回 我要再再回几张画图 一回来之后 马上跟这个谢露敏报告 马上跟袁家康报告 所以一下子成行 只是理念与都市计划有了 那地点呢 到底哪里可以兴建全新 够大 能躲炸弹空袭 又能让省府员工 足以居家搬迁居住的 住商办公区呢 十岸省府主席燕家干 拿出了中央选址条件 地点不能太近 也不能太远 要靠近山边 还要远离纵贯铁路 避免征用民地 远离水田只用旱田 还要能南北均衡发展 1955年的时候 省政府一开始选好的地方 还不是中心心存 一开始选好的地方 是今天的省议会所在地 就是雾峰 1956年省府先在雾峰 光复新村大兴土木 眷设预计分三阶段完工 另外要盖八十栋住宅 让卫生处 教育厅 眷属职员通通入住 只是工程开始了 一场会议却急转完了 要另外再找一个地方 然后更远一点 更安全一点 所以他们就找到了 草屯正攻守 它正好在八卦山 跟釜山中间的盆地 所以他们就觉得 这个地方不错 所以他们就在 那个切通树下 就选好这个地方 台湾省政府书签中部计划 共分两期完成 南投营盘口 就这样成了未来 台湾省政府的大本营 新建工程也如火如荼 加紧赶工 然而这时 中央政府的搬迁命令 确实催得紧迫 美其民的说法 是担心中共炮火随时攻击 但同时阴谋论 也成了另外一种杂音 大省府小行政院的时代 其实是一个很强烈的感 尤其是因为在 1950年代的行政院长 都是要先翻过 台湾省政府主席 然后接着当行政院长 所以他其实很能够了解 这个省府所掌握的权力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将省府搬离台北 特别是搬到一个 重新建出来 等于说让他去重启旅造 去经营一个地方 对于行政院来说 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考量 可以有一个 就是说将权力分散的一个机会 各厅处都忙着搬家 先把牌子卸下来 公文案卷赶快打包 办公桌椅也抬上汽车 都把它运到中兴村 1956年11月 台湾省政府正式规别了首都台北 四庭五处浩浩荡荡 辗转搬往南投银盘口中兴新村 如果台北是国家的中枢神经 那掌管神谷的中兴新村 就是台湾的心脏 台湾最辉煌的年代 中兴新村成了另一个 副首都般的重要存在